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翔 假讯息就像传染病一样 必须由你我一起谨慎面对 才不会在社会中传播扩散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管道 及时掌握公开透明的疫情资讯 一 浏览疾管署全球资讯网 二 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 三 关注疾管署脸书专页 四 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 如果您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资讯 请依上述四个管道查证确认 千万不要随意转传 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 最高可罚300万元 疫情期间感谢有您持续配合防疫 也请与我们一起努力 拒绝假讯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近日新冠疫情是越来越严峻 市长侯友宜特地到三峡视察 龙普国小的寒假客后照顾 及清水祖师庙的防疫工作 因为三峡临近桃园 相对受影响的风险也较高 侯市长宣布和桃园临近的三峡 鹰哥树林等六个区域 要提高防疫规格 与桃园同等级 侯友宜市长一早就来到了三峡龙普国小 关心小朋友的科学辅导 以及寒假娱乐营等活动 并且一一确认校方在防疫工作上是否落实 从近校门的体温量测 以及实名登记 环境是否通风 各项防疫物资是否足够 都特地叮嘱学校要确实做到 也来到教室内看看上课中的小朋友 是否保持社交距离 并且要求全程戴口罩 同时也和小朋友一起复习 洗手要绝 内外夹光物大力盘 外夹工大力盘 会不会 因为这段时间 所以大学活动 很多的会教 要拜托老师有机会 来给我们附近的 所有认识的人 也把一些会教的观念 给他们来做一个说明 希望大家共理时间一起防疫 欢迎新北市侯友宜市长立与三条主寺庙 谢谢 紧接着市长来到三峡的著名景点 清水祖师庙 访试庙方的防疫座围 侯友宜表示 这几天桃源以及北部地区 匡列的居家隔离者就有近5000人 新北防疫也必须全面备战 而三峡地区临近桃源市 春节期间民众习惯会到公庙拜拜 他要求公庙一定要做好人流管理 保护民众的健康 也很感谢庙方的配合防疫 取消了插头颅箱以及祭典 绕进游行赛神珠等活动 避免人群聚集增加传播风险 所以公庙在这段时间的大型活动 我就建议要取消延后 不然你就要缩小规模 而且进到公庙里面 要均流来做管理 一定要有效地控制地雷疫情 停发吧 民政局表示 信息主持庙不仅安装了红外线量测体温 也提供了酒精公民众使用 并且规划单一出入口和人流管制 呼吁大家保持社交距离 确保平安过好年 中央新闻赵事院吴志恒三峡报导 树林大同山是知名景点 尤其半山腰的樱花林 每到花季 总是吸引大批的民众或观光客 前来一清风泽 但通往樱花林的木栈道破损 因此新美市议员洪家军 特地办理会堪 邀请相关单位讨论改善方式 虽然医院还没过完 但是在大同山的樱花林 已经有一两株樱花树偷跑开花 新美市议员洪家军表示 大同山就像是树林人的后花园 每天都有不少民众上山运动 而到了花季 再加上闪花的观光客 到访人次更是可观 因此步道设施的安全与否更是重要 宏议员说 步道的栏杆和栈板因为是木制的 多年下来有不少地方都已经腐朽了 如果不在花季人潮爆发前先修整 恐怕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因此洪家军议员向市府争取修缮预算 并且邀请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到现场会刊 承包商表示 从去年开始市府就针对木栈道进行整修工程 并且分期分批进行 将老旧的木板换成耐用的铁木 我们去年开始就针对木栈道的前半段部分 有进行面板 还有下面底梁的维修跟更换 更换完之后我们会采用比较硬的铁木材质 厚度的部分也会稍微加强 整个完工之后所踏起来的扎实感 跟以前的木栈道是不太一样的 会比较会比较好 洪家军表示 新春期间樱花可能就会陆续开花 他会要求市府掌握进度 在花季来临前给民众一个安全的油气空间 记者赵世渊吴志恒树林采访报导 进入牛年 新北市英哥陶瓷博物馆与雪学文化创意基金会议首次携手合作 举办感动牛儿童季青少年彩绘陶博特展 上千只可爱的感动牛在陶博馆齐聚 好不热闹 感动牛儿童季青少年才会陶博特展 在英哥二巧国小陶瓷队演奏的你我牵手走过 揭开序幕 希望借由陶瓷音乐安抚因疫情造成不安的心 那我想在这边我首先也要谢谢学学 我想学学长期在艺术教育的一个投入 我想大家是不是有目共睹 特别也恭喜在去年获得教育部 今天也有教育部的长官在场 获得我们艺术教育的一个贡献奖的团体奖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当然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展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大家运用在地的文化的一个色彩 其实创作出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 三千千的一个作品 同时我们还有来自于 艺术家有七件大型的一个创作 陶博馆与长期推动台湾文化色彩教育的 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合作 以陶瓷作为文化载体 鼓励师生透过社区踏查与色彩彩集 探员代表自己家乡的五个文化色彩 小感动牛素胚原型 是由艺术家庄普所创作 再由北台湾35个学校学生参与彩绘创作 英哥二巧国小的创作灵感 是来自英哥石的岩石绿 二坑隧道的岩碧盒 孙兵庙的铜牛黄 碧龙宫的神龟石盒 及英哥古早窑的钻石红 充分显示出英哥的在地特色 除了上千只的小感动牛之外 还有多位艺术家所创作的 大感动牛彩绘艺术作品 齐聚一堂 吸引牛年与幸福的到来 感动牛儿童季青少年彩绘 陶瓷特展展览期间 横跨了农历年节 十分适合合家大小 一同前往陶瓷馆欣赏 并透过系列教育推广活动 引领大众及亲子学习 并欣赏陶瓷工艺之美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南山第十届模拟联合国会议 在南山中学展开为期三天的议程 邀请来自全台57所学校的学生代表 一起模拟联合国会议 而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防疫工作是严格执行 这一次的南山模拟联合国会议 也有不少友邦大使参与开幕典礼 开幕演讲更邀请外交部参事李中伟 以全英语演讲联合国事务 今年的会议主题是超越视野 以联合国事七项永续发展目标为终止 讨论了美国总统内阁会议 过渡旅游 巴勒斯坦问题等三个议题 希望与会的代表 不仅能够透过会议接轨国际 更能够反思自我和台湾社会的关系 成为有社会参与以及责任意识的摩连人 来参加的同学们也说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拓展视野 想要多了解一些国际事务而来 然后就是未来想选的科系也是跟国际有相关 然后就想要来多增加自己的眼界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借由参加会议去学到很多 就是关于国际的事务 然后去看看就是像其他国家 或是联合国的代表是怎么去开会的 然后去学习更多国际的知识 而代表新北市府与会的文化局长龚雯表示 南山摩连十年来提供学生一个看向世界的窗口 除了带孩子关心世界上的各种议题 更重要的是培育人才 从国中高中到大学 学长姐带着学弟妹一起成长 是未来台湾走向国际化重要的种子 学校办理这个摩连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实是一个人才的培育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不管是在孩子对于问题的一个判断能力 国际的一个关注力上面 重要的是透过学长带领学弟 以及高中生跟国中国小的一个孩子 共同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这也是南山十年 我想非常重要累积的一项特色 而面对日益紧张的疫情 今年的模拟联合国大会 也做好了相关防疫作为 包括全程戴口罩 与会人员也采分流的方式 在不同教室或会场连线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记者赵世渊詹怡勋综合采访报导 高龄化社会议如何照顾长辈及社区的安养呢 最实在的政策就是关怀据点了 带您来看新北市中和区 受得理的关怀据点成果展 展现退休长者丰富的生命力 玫瑰玫瑰我爱你 经典老歌也是长辈年轻时代 最走红的代表歌曲 用带动唱的方式 歌声加上动作 呈现不同的风味 新北市中和区受得理 举办关怀据点成果展 以带动唱开场 展现阿公阿嬷的活力 同时中和区长赖俊达到场致意 关心据点里的每位老人家 推动长赵里面的3.0 3.0要成立不容易 这是我们中和区第36处的 所谓的这个关怀据点 要成立关怀据点 要做很多的服务 我相信每个据点 对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长辈 都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怀跟照顾 高龄化社会老人家在地安养 已经是进行式 里长以关怀据点实际关心长者 安排许多动静态的课程 让阿公阿嬷就像是回到学校进修一样 活到老学到老 同时把他们上课所学的作品收集起来 以受得理一郎模式公开展览 为他们的努力学习 给出掌声喝彩 因为当我看到台南市 现在是台南市 那时候是台南县永康乡的 那个副心理理长做这块 我就发觉说 我要把那个 他那边也是一个很多很多眷区的老人 我要把那边老人的福利 带到这边来 既然他们可以有欢笑 为什么受得理没有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成立了 社区关怀据点 相信乡亲的名号 很多人跟我一样 大家很多照顾关怀的课程 有时尚的热灵让我学习如何操作 智慧师手机 现在我连次会手机都会了 还有就是说 鼓导人生 鼓导人生 还有就是 鼓导人生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按摩的 就对我们的身体都很好 人口老化 高龄化的社会 已经是不可逆事实 如何让老人家开心养老 成了社区必须面对的议题 受得理 关怀据点的成果展 展现长辈的丰富生命力 关怀据点 在地安养 应该是最实在的 护老福利政策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有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